第三九題 為了避免再發生危險 伊斐以牙籤刺破其他顆氣球 請比較假 氣球遇火源發生爆炸 以用針刺破氣球 此兩種狀況屬於物理變化或化學變化 我們知道 爆炸就是劇烈的氧化 氧化就是跟氧作用是一種化學變化 所以假氣球遇火源發生爆炸 是一個化學變化 以用針刺破氣球 只是皮破掉了 破了一個洞 那麼氣球的材質都沒有發生改變 所以它是物理變化 所以以用針刺破氣球是物理變化 所以第三九題問 此兩種狀況屬於物理變化或化學變化 我們答案選A 假發生爆炸是化學變化 以 我們用刺破氣球是物理變化 答案我們選A 假屬於化學變化 以屬於物理變化